烈火焦愁 作者Priest 蝎子 大齐起正二十一年 双将 一对骑士在官道上纵马狂奔 人和马都已经风尘仆仆 忽然 打头的年轻骑士喝道 借杯到了 只见不远处竖着一道石碑 仗余高 上面一行龙飞凤舞的血字 力气逼人 写道 赤冤 生灵止步 善入者 错骨扬灰 十杯前 一个中年武将 带着一对卫兵迎候着他们 卫兵披甲直锐 一字排开 骑刷刷地跪下 参见太子殿下 欲 打头的年轻骑士从马背上跳下来 马没停稳 他脚下一个猎欠 迎候的武将忙上前扶住 殿下小心 不爱 年轻人手一摆 问道 我小 皇妇呢 他话音未落 便听不远处有人换他的小名 小童儿 过来 年轻的储君寻声望去 出生的是个身着悬衣的男人 背对众人 独立于善入者死的戒杯那一头 太子瞥了一眼戒杯上的血字 为作犹豫 便出生牛犊不怕虎地闯过戒杯 来到那悬衣男子跟前跪下 儿臣 悬衣男人伸手虚脱 稳当点 不必 这男人言语行动 稳重和缓 举手投足间 自有冤月气度 背影上看 该是有些年纪了 可一转过头来 却露出一张 毫无风霜痕迹的青年面容 有几分诡异的违和感 但看这张脸 任谁也想不到 他就是已经在位 二十一年的起政皇帝 圣骁 他生着剑眉 眉风不闲 邪飞入病 眼角走势却微微下垂 很有几分温柔多情的意思 是一副俊秀端正的好相貌 太子战豪又嘀嘀地唤了一声 小叔 原来这太子并非起政皇帝亲生 圣骁母后 过继了兄长的遗孤 将侄儿立为储君 这起政皇帝天性疏离冷淡 不惜与人亲近 因此明面上 太子依礼换其为皇妇 私下里两人却依旧是殊职相称 圣骁对太子道 陪我再借杯这头走走 怕不怕 太子道 不怕 听说小叔年轻的时候 凭赤渊 震要挟 斩百万鬼兵 赴我山河 我纵然不及您百之一二 也不敢轻言畏惧 惰您威名 什么威名 凶名吧 圣骁不怎么在意的一笑 往前走去 你听见了吗 太子宁神侧耳 听了半上 天地寄计 只闻风声 便茫然道 儿臣什么都没听见 起政皇帝微笑起来 是啊 什么都没有了 太子愣了愣 忽然想起年幼时听过的传说 据说赤渊火海里 封着百万战死的怨魂 怨气冲天 因此大峡谷 裂风 终年不止 人站在戒杯外 能听见那边传来的惨叫 与哭嚎 但此时 他平安无事地在戒杯里溜达 四下很安静 除了闷热男人 并没有觉出哪里可怕 太子心想 民间传说 果然是以鹅传鹅 夸大其词得多 进了戒杯内 往前走不过百米 已经能感觉到扑面而来的热浪 此时已是深秋 太子身上只穿了件单薄的夹衣 却已经给热汉浸透了 汉珠顺着鹅脚往下躺 他偷偷地看了自己的叔叔一眼 忍着眉擦 启政皇帝名声不怎么样 那些江湖艺人鞭排 他是个喜怒无常的疯子 他们说他出生在父兄的血泊里 生而不祥 他们还说 他杀母 逝师 焚书 敬严 续宁 穷兵独武 残害忠良 可在年轻的太子心里 这是他唯一的亲人 不管发生什么事 这男人永远是温和平静的 从未见他极眼力色 衣冠不整过 太子从小就仰望他 如今18岁的储君 已经能够拉开最重的功 坚果也做得有板有眼 他却仍然像小时候那样 目光下意识地追着那男人的背影 两人越过戒碑一里有余 圣霄停下了 这里已经开始充斥着硫磺味 太子有些喘不过气来了 今年就止步于此吧 再往前 火气要伤人了 太子不明所以 今年 嗯 今年 圣霄回首抽出了太子的佩剑 佩剑上刻有护身符咒 被赤冤的炙烈之风扫过 剑身上的符咒就泛了红 圣霄将佩剑往地上一插 这是我要交代你的头一件事 也是最要紧的 我同赤冤纠缠了一辈子 总算有点结果 要是我估计的差不多 这把剑每年都可以前推无理 用不了十年 赤冤的火就该彻底灭了 届时裂风消散 剑底崖边 你可以着清平丝 派人常驻 太子一争 隐约从他的话里 听出了点别的意思 萧 皇妇 宁 圣霄淡淡地说道 朕将传位于你 太子扑通一声跪下了 其实太子心里有一点准备 这一年间 启政帝两次出巡 弹压四方 同时让太子监国 逐渐放手内政 有条不紊地给后人铺路 可是真到了这一天 年轻的储君还是慌张得不知如何是好 该教你的 我已经教过了 圣霄不看他 自顾自地说道 至于其他 张伯与孔玉二人可用 赵宽还在狱中 是冤枉的 你把他放出来 再给赵家平反 他以后会好好给你卖命 自不言覆过 将来你不方便说我坏话 就把阳东当祸国宁性推出来 那小子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些年吃得脑满肠肥 是我给你养的年货 太子深深地伏在地上 皇妇春秋鼎盛 圣霄脸上浮起一点笑意 怎么 你是打算让我干到垂垂老矣 还是入土为安啊 你叔操心半辈子了 心疼心疼我吧 善未的诏书 张伯和冯春手里各有一份 老冯是你父亲生前的至交 会护着你的 不要怕 太子的眼圈红了 圣霄覆手而立 望着赤渊的方向 忽然问道 还记得你亲生父母 是怎么死的吗 儿臣一日不敢忘 那就好 圣霄一点头 你长大了 知道自己的路怎么走 走吧 誓冤将灭 毕竟也还有余温 此地久留伤身 那你 我 多留几日 圣霄白白手 没有多说 知道 国不可无君 京城事物繁杂 快回去吧 起正地说一不二 太子不敢违抗黄命 只得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回到戒碑时 他忍不住回头看了那男人一眼 见圣霄在佩剑前席地而坐 那一瞬间 太子心里忽然无端生出一点 绝别的感觉 随即他一甩头 又觉得自己是被热得发昏了 他归在戒碑前 一丝不苟地朝悬衣男子的背影行了礼 便连夜赶回京 奔赴自己的命运去了 打发了太子 圣霄又命敬卫回官义待命 只有一个贴身的侍卫留了下来 夜幕低垂 那侍卫来到圣霄身后 见左右无人 他便跪下来全起身体 盔甲从他身上脱落 片刻后 衣袍落地 里面竟然钻出了一只巴掌大的小鸟 凑近圣霄身边 对了 圣霄屈指挠了挠他的脖子 从那小鸟颈间勾出一根极细的金丝 差点把你给忘了 金丝上流转着复杂的名文 像长在鸟脖子上的 圣霄轻轻一年 金丝便疏地在他指尖碎了 随即 小鸟猛地仰起头 身体忽然长大十倍有余 双翼疏地展开 他引颈长笑 南方夜空中星云角洞 这居然是一只年幼的碧芳 圣霄站了起来 以后你不用再监视我 也不必再受我驱使了 咱俩可都自由了 碧芳迟依着上前一步 怯生生地叼住他的衣角 男人侧头看了他一眼 小碧芳对上他的目光 不由地色缩了一下 拘谨地松了会 圣霄摘下自己的头关 歪歪扭扭地扣在了鸟头上 又将印系 班纸 玉佩等物一一除下 最后他从井间 接下个玉雕的人形挂坠 看了一眼 便随手置在一边 那玉雕不知是什么要紧东西 小碧芳羽毛当场一炸 慌张地追过去 小心地将玉雕掀在嘴里 再一看那男人已经披头散发地走远了 朝着赤渊 小碧芳焦急地叫了一声 再顾不上那玉雕挂坠 拍着翅膀追去 赤渊地裂千里 地下滚着暴虐的地火岩浆 两岸寸草不生 临近赤渊崖边百米 碧芳的赤雨上突然着起了黑火 他惨叫一声 翻滚到地上 差点变成烤鸡 再不能上前 盛宵却已经一步一步地行至崖边 他的袍袖和长靴都已经浇糊了 男人脸上面具一般的沉静裂开 竟隐约透出快意与疯狂来 还是凡人好 凡人一生只有转瞬 苦也几十年 乐也几十年 屈翘能体会到的痛苦总是有限的 往往还没感觉到疼 人已经解脱了 他嘛 可能就得受点罪了 小碧芳发出一声凄厉的肩鸣 盛宵纵身跃入火海 扑面而来的热风如火 卷过的皮肉很快被烧成了焦炭 从发肤开始 一层一层地烧 血管在身体里面爆裂 炸穿了焦壶的皮肉 他的血沸腾了 周身经脉尽数断绝 他咳出一口灰 也不知道是心是肺 紧接着 身体撞进了地火岩浆中 岩浆表面有硬壳 但他的肉体实在太结实了 从万丈高崖上砸下来 居然没碎 壮断的脊梁骨打了个对折 磕破了岩浆的壳 火焰高高地扬起 惊奇似的 容金化玉的地火碎开了个口 一口将它吞了下去 至此 他依然没有死 假如一个人能活生生地体验一回挫骨扬灰 那么陈世中种种所谓的刻骨铭心 想必也都成了伏在石头上的灰吧 他一生地来龙去脉 喜怒悲欢 都随融化的神志一起 被大火熬干炼化了 那一天 赤渊里一直回荡着笑声 直到那怎么也烧不完的残枝缓缓下沉 被惊动的岩浆恢复平静 其武帝圣渊 平帝幼子 平帝为妖族所害 战死赤渊 急生 萧戴笠为帝 少时坎坷颠沛 年二十三 斩妖王于永安城下 改年号起政 赴国平江 攻彼武帝 残虐势路 颠倒钢肠 响国二十一年 自枪于赤渊地火下 尸骨无存 文帝立 幼十年 地火灭 赤渊平 文帝消戒碑 立武帝灵 沧海桑田 千秋过后 赤渊的灰烬上长出了茫茫灵海 赤渊大峡谷的原始森林成了国家5A级景区 嗡 大地深处无端悸动 接着传来模糊的 让人不安的一语 越来越鼓躁 被某种未知的仪式卷着 刚真似的扎进他混沌的石海 什么 身影 何人胆敢造次喧哗 我愿奉舍一切 以身为梅 以身为梅 九幽泉下 上古神魔 神魔 魔 他的意识被那些吵闹的杂音惊动 意识有些茫然 没等他完全恢复神智 知觉就本能地背叛了意志 他沉寂了几千年的感官 骤然苏醒 开始贪婪地伸出触角 向外扩张 允熄着周遭每一个鲜活的细节 这外界的嘈杂 不由分说地向他涌来 顺着他的溜杆冲进了石海 泥的触感 土的腥气 风声 落叶声 脚步声 人声 到底是什么人 绕阵安眠 失控感勾起了他心头的力气 他一时暴怒 石海深处浮起不祥的黑云 随着他的心意凝出力着 朝着那胆感惊扰他的声音反噬过去 好大的胆子 可就在这时 在混乱和烦躁中 他刚复苏的感官忽然捕捉到了一丝微弱但熟悉的气息 清风一样掠过 他那风雷涌动的石海默得一清 几千年没跳过的心无端震颤 那是 什么 他的杀意输得散了 可是不等他捕捉到 那气息就又消失了 等等 不要 不要走 他想不起来自己是谁 也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 只是近乎本能地想留住那飘渺而过的气息 再不理会耳边其他杂音 他拼命挣扎起来 下一刻 石海巨震 他感觉到了身体 接着 耳边传来啪擦的一声脆响 风掠过他的额头 他猛地睁开眼 被阔别已久的阳光晃出了眼泪 然后发现自己躺在一口棺材的碎渣里 怀里插着一簇细微的火红鸟羽 羽绒 不知在地下埋了多少年 已经熬干了 靠一点不知出处的微弱灵性维持着不服 见风即散 他方才伸手抓住 那一点小小的羽绒就在他掌中化作了一把浮尘 烟消云散了 他拳了一下手指 注视着自己空荡荡的掌心 好半嗓 略微仰头 眯眼望向半空中起伏的沉潇 人间 他想 我这是诈尸了吗